來到 exercise 9d 的第十七題 在這一題裡,我們都在做 Passed Variation 因為題目有 Parts 這些字 我們就會列出 T 是 One Part is Constant 所以 K1 One Parts 就是 Direct Various as 這個 Ts 就會 K2s 然後我們根據 Graph 去選擇兩點 Pulls 到這個設定 去列出 K1 和 K2 的數值 第一點我會選擇 S 是 0 的時候 T 是 4 第二點就是 S 是 400 的時候 T 是 20 所以就會是 4 等於 K1 加 K2 乘 0 然後 20 等於 K1 加 K2 乘 400 好,那你按Pulls 1 或者就這樣算 其實都很容易算到 K1 是 4 K2 是 0.04 所以 T 就會是 4 加 0.04s 了 好,然後去到 Part B 了 Part B 就說 Mr. Chang 現在想下載 Size 是 6000 Mbps in 4 minutes 那你就去看看他下載 6000 Mbps 要用多少時間 看看可不可以在四分鐘之內完成 即是說我們這裡就Pulls 是 6000 Mbps 去嘗試計算T T 就會是 4 加 0.04 乘 6000 Mbps 好了,那這裡呢 可以按回機 4 加 0.04 乘 6000 Mbps 原來就會要用 這一個的 244 秒的 那你看回 244 秒 那即是幾多分鐘 除 60 啦 那即是 大概 4 點 0 7 分鐘 那當然大於 4 分鐘 那所以呢 他就不可以在四分鐘去完成 答案就是 No 了